在这里呢我发现了有很多花式各样的地毯 五颜六色的足球 很多国际知名品牌服装 这些地毯呢都是由迪士尼授权生产的 据说啊这些足球都要销往中亚欧美等国家 这些衣服呢在这里代理生产加工之后 大量的销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家 这些所有的发现呢都是源自于我身后这片工业园区 入住到这边的企业都是在这片沃土上找到了商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在这边投资办厂呢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代核心区 位于新亚欧大陆桥上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也从发展的末端走到了前沿 广阔的边疆腹地因为经济带的复苏被激活 充满了无限的投资机遇 独特的区位优势利好的政策巨大的原材料产地优势 成为国内外企业争相入住的热土 在这里掀起了一股江外企向西拓展的热潮 几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广阔无银的戈壁 如今这里已经被高大宽阔的厂房占据 众多内地企业争相落户 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产品绝大部分出口国外 这家创新型企业专门生产一种地毯 企业在用最短的时间锁定时下最流行的元素 目前他们和美国迪士尼公司合作 成为中国唯一一家迪士尼授权的地毯生产商 现在您看到这类产品呢 就是我们一个迪士尼卡通的一个系列的 这类产品应该说是在咱们这个 无论是长大的或者现在的小孩子 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 那像这种制作的工艺应该很难吧 我看到这些色彩深浅的变化 包括这个蓝色头发丝和这个衣服的蓝色 就光是这个白雪公主身上 我就看到了四种不同的蓝色 如果说呢 我们按照传统的设备来生产这张图案的话呢 严格意义来说 是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一个表现力的 因为它有一个颜色的局限性 那么现在我们这类的生产设备呢 已经这个东西技术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都已经突破了 您哪怕一颗毛发 如果您想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都可以摆您 很灵动 很灵动 并且我们的生产周期 非常非常短 短到您不可思议的程度 多短的时间 也就是说是几分钟之内 您有照片 我就可以给您打印出一张地毯 您说时间短 我本来想的是一两天 没想到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不是这样的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您现在可以拍一张照片 我们在几分钟之内 我就给您打印出一张照片 带有您照片的地毯 行 那咱们再验证一下 OK 打照片快速打印在地毯上 是这家地毯企业的绝迹 这家企业的总部 远在三千多公里外的天津 2015年 入住金河工业园区 公司把分厂设在这里 就是希望在物流上节省时间 此外 他们在快速生产上 也下了不少功夫 几分钟时间在地毯上 打印出高清的图案 确实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很快照片选好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它交给这台高清数码 彩色地毯喷印机 打印之前 我就被后台这个巨大的墨盒吸引了 那个里面装的是染料吗 对 是染料 但是为什么会有两盒这种透明的呢 它是来辅助这个颜色的深浅的 作为它的一个辅助材料出现的 就像我们画国画一样 然后用来调了之后 就这个层次感觉更加 对对对 颜色的深浅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然后通过这个管道 对 现在咱们看到的 这个是打开的一个界面 这有一些个弱电板 能控制它这个染磨量的 那当然我的照片 也是这些颜色打出来的 没错 传统的设备 只能完成一些 简单图案的印刷 需要专业的工程师 人工配色 效果差不说 工期需要几个小时 现在依靠这台机器 可以实现电脑 配色 高清打印 并且速度快得惊人 这个速度 您感觉是不是非常快 非常非常快 对 也就是说 在内的地毯 我们每一天 8小时 我们会升降到 5000平方米 工作效率很高 很高的很高的 我感觉它这个 来回推的一个过程 就是反复别家上色的一个 对对 是的 是您感觉自己拥有了 一张明清海报 明清地产吧 对 没错 您可以挂到墙上 真的还跟我 看到 就刚才我们照的那照片 一样的 变迈率 变迈率很高的 对 包括头发 看得很轻 对对对 经过这道工程之后 下一步就有什么 我们就可以 进入这个 蒸化箱之后 就可以把烘干之后 就出成品了 很快的 打印出来的图案 经过高温 烘干固色 一条印有照片的地毯 就新鲜出炉了 从拍摄照片 到最终完成图案制作 前后不过六分钟的时间 我感觉它都可以 摇起来 当一件艺术品 如果您喜欢 完全没有问题 就这样的东西 让我放在地下台 我真的舍不得 感觉像一个明镜画报 DIY的一个定制地毯 是挺有创意的 而且这个产生 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 这么不需要担心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对对对 而且可以通过不同时机 咱们 就是今天我喜欢 这样的图案 你也喜欢这样的 都可以不停的东西换代 新疆金河工业园 位于北疆交通要冲 312国道 第二亚欧大路桥 经一货铁路穿进而过 距离阿拉山口口岸90公里 这家地毯打印企业 生产的地毯 在这里可以搭成中欧班列 直达德国汉堡 原来从天津港出发 需要30多天 如今花费同等的运费 从这里出口 只需要15天 面对如此巨大的交通优势 公司很快进驻这里 他们还率先引进了 先进高效的喷烩设备 不过设备刚到这里 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像这台设备呢 它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尖端的一个产品吧 它对于这个电压的 这个要求是非常精确的 也就是说电压在 不能超过两幅的 一个上下幅动 很细小 很细小 这台设备 我们在运来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也没有考虑到 这么细致 这个用电的时候 就碰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瓶颈 电压不稳定 应该说当时也是很苦恼 觉得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 我们这个设备 根本没法正常进行运行 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吗 一些个关键的 敏感的电路会烧掉 一烧掉的话 可能就是损失就很 会很大的 对 这个问题也是挺困扰的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电的问题解决不了 这台价值几千万元的设备 无异于一块铁割的 毫无用处 如果工业员的配套跟不上 即便引来了金凤凰 也注定要飞走 工业员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紧急联系电力部门 短短几天时间 一条专用电路便铺进了车间 我在想 这么一个细节之处 就可以看到一个地方政府 对我们的企业 一个支持力度跟服务力度 也就坚定我们 一个企业的 对 一个发展信心 应该说是这样 为了把企业留下来 留得住 金河县大力推行保姆市服 不仅缩短了八个部门的审批实现 还选派十一名得力干部 到企业挂职 这时企业更有信心 扩大再生产 也更有底气 承接更多来自海外的订单 我看到这边有很多儿童 都很喜欢的图案 对 汽车总动员 这个小孩子非常喜欢的 小男孩特别喜欢 对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部动画片 这个消费人群就比较广了 上至四五十岁 下至咱们几岁的小孩子 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也特别喜欢这种 对 能够带入童年感 我们这个调整市场 调整得非常快 市场流行什么 需要什么 我们能马上就跟市场 进行对接的 这个地毯是要销往哪个地方 德国 我看到有很多圣诞节的元素 包括雪人 圣诞老人 还有麋鹿 英语的Christmas 对 这个产品就是咱们主攻 这个圣诞节的 这个季节的地毯 对 2016年5月28日 第一批5200条 共计15000平方米的 动漫图案地毯 重新将金河工业园发出 在阿拉山口 搭上集装箱 国际货运列车 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三个国家 抵达波兰 全程7893公里 用时12天 这是企业入驻新疆以来 第一次搭乘西行国际货运 翻列到欧洲 创造了订单交货时间 最短的记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 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的 波尔塔拉蒙古四指州 开始构建向外联通的通道 目前156个交通建设项目 正在建设 为这里编织了一个立体交通网 在众多企业向西投资的过程中 劳动力成为企业考虑的最大因素 波州又是如何补权短板 让劳动力成为吸引众多企业的 优大法宝呢 这是一家大型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 一件成衣在出口欧洲之前 要经过十多道工序 整个加工过程 都是由当地的少数民族员工完成的 这些员工经过园区专项的培训 已经具备了高档服装的加工制作技能 我现在这样摸着 感觉这个衣服的质量特别好 是 因为它这个 技术的要求很高 技术要求很高 都是以出口欧洲 诸亚为主 原来这家企业在渭海 它主要通过青岛港到欧洲 海运通过欧洲 那海运有个情况 海运从海上走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海运一个是到青岛港到德国 这个时间大概大概60天左右 一个路线比较长 时间比较长 它的出口贸易的资金贿赂也比较慢 但是它洛湖金河有个特殊条件 金河 波州有个 咱们阿拉斯三个口岸 这个口岸就是国家出台的 一个新型班列的一个政策 新型班列用于补贴 它这么规定的就是说 凡是我们本地的地产品 要从这个向西出口 国家给的政策就是 每个标准货货 标准货货是什么 就是一个出口标准的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 40尺标准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到欧洲的运费 补贴是4000美金 到莫斯科补贴是2500美金 运货短 享受运费补贴等 一系列优惠政策 让企业负责人当机立断 入住园区 成为园区第一个当年招商 当年落户 当年投产的企业 但是入住不久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用工皇 为此招商局专门成立了 一个招商小分队 金河县招商局局长 王敏带队 亲力帮助企业落实用工问题 欧洲职工到我们企业 就业之后 第一 仿制服装企业的 无限一金 是由政府来全额补贴的 让他们解决 我们政府全额补贴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双职工到金河来就业 我们有专门的职工宿舍 给他们双职工 可以解决职工宿舍 你也可以买 最低成本价买 也可以免费租用你用 这是这样 第三个 可以把户口签到咱们金河县 解决企业职工的 购股之忧 并且一些大学生 如果在企业就业 我们专项的 还有附贴资金 你的安置费 房子上面 就学房 我们专门在园局周边 还建设了 有医院 托儿所 学校 就解决这企业职工 这些生活问题 这样这职工到这就业之后 有工作的地方 有学习的地方 有生活的 让他们在这安置乐业 现在厂房里 几乎全部是本地少数民族员工 目前上岗员工已经有200多名 还有500人正在进行培训 明年底 这里的员工将达到1000人 一年轻轻松松 就可以完成100万件服装的生产量 企业用工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要想降低成本 原料的来源又成了问题 你们说我这生产服装 我这光有面料不行 一个服装的生产 只有它的主要面料 这一块 除了它加工呀缝制 包括它的拉链呀 这些绳索呀 包括这些都需要一些 很多原作材料 有些辅料组成一块 为了降低辅助成本 我们还有一个服装的上游企业 比较织布企业 和它相比较 它需要什么布料 是吧 还有一些辅料厂 就可能我招的是 会招做绳索的 做扭扣的 做拉链的 和服装成匹配 用产业链招商的思维 目前园区已经招进来60家企业 其中23家纺织服装企业 利用新疆本地特有的棉花 作为原材料 从纺杀 织布到辅料的加工 真正形成了一条 服装加工的产业链 这里已经形成规模性的 新疆纺织服装加工基地 它和金三角工业园 五台工业园 一同成为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的 延伸和补充 这是自治州对阿拉山口口岸 进出口货物进行充分分析之后 形成的产业布局 这个金三角工活物究竟是从哪儿来 来的是什么东西 到哪儿去的 落到哪儿 在哪儿生加工增值 最后我们相应地提出来 如何在阿拉山口 这个落地加工增值 因此把保税区 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政策的倾斜 对外招商的一个优惠的关键点 阿拉山口口岸 主要以进口能源资源类商品为主 以出口附加值较高的 轻工产品为主 2011年 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营 改变了这里过货不增值的历史 很多国内外的企业 也看中了这里巨大的能源资源优势 闻风而来 纷纷入驻 阿拉山口综保区迎来了繁忙的一天 综保区内一家企业的仓储车间 工人正在对刚刚从换装库卸下的皮棉 进行瓦垛 对于这家企业来说 中亚地区的棉花 是他们生产最重要的原料 你们做成品的话 一般会加工成什么成品 我们最主要是做医院利用的 就是绷带 纱布 医院利用的 医院利用好切 也行切料成品 那这些棉花从那边进过来 它的价格怎么样 贵不贵 价格是我们能计设的 最主要它的品质 就适合于医院肤料方面 就亲肤的那种 亲肤还有滋血 它的这个手根好 手根就是主要它有个柔软度 我现在摸了一下 真的是挺软的 就是接受到我们的皮肤表面 也很舒服 这是一家国内知名的医院肤料纺织厂 企业对棉花原材料的选择相当严格 2015年 入住阿拉山口宗宝区 看中的就是中亚国家优质的棉花原材料 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 却很少看到工人 偶尔会有几个骑着自行车作业的工人穿行 因为这里的气流坊设备是全自动化 为了加快机械工操作速度 企业给员工配备了自行车 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解决设备上的红灯故障 企业来这也被这里价格低廉的电力能源所吸引 近年来 随着资源转换战略的实施 新疆也成为全国重要的发电基地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 这里的工业用电比内地要便宜一半左右 每年单是电费一项 就给他们节省成本达到1200万元 并且工业生产所消耗的水 汽可以向国家申请退税 2017年6月7日至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重回丝绸之路经济代构想提出之地 不仅肯定了中哈在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合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更是把中哈未来的经贸合作带向快车道 阿拉山口口岸 像一扇东连西出的大门 大门西面是中亚最大的农业大国哈萨克斯坦 有着丰富且低廉的粮油原料 大门东面是世界人口大国中国 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商人阿里木江努尔哈利 几年前就发现了这里蕴藏的巨大商机 2015年在阿拉山口宗宝区设立了毛油精炼厂 我们在这个保守区的这个厂子里头呢 国外进口的这个毛油精炼成一级油 这个当中呢主要是无脱 它是主要是脱酸脱溶脱丝脱出脱拉 就天然无害了经过这五道程序之后 对人体有害的这个五道五个成分就搞情理了 那这个油它经过五道程序之后 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颜色还跟这个一样吗 不是它五道程序以后 它变成这个一级 可以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来 看上去更清澈一些 对对对 天然无害的 而且它的附加值也高 对白粒后我们可以装到这个瓶子里头 相当于这个是第一步 对 就是第二步 那个是第三步 第三步了 哈萨克斯坦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 与中国毗邻是中国的好邻居 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国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哈萨克斯坦通过阿拉山口 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的粮食 棉花和油料 而阿里木江所在的外资企业 就是以进口毛油为主 这些优质的毛油 是加工食用油最好的原料 这个在哈萨克斯坦的 每年可以达到三四十万吨 那这个种植面积在那边很广吗 这个种植面积很大 在东华州 靠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边境 这个面积很大的面积 都是种植这个 专门种植这个油料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含油率比较高 它可以达到46% 就是一吨油盔 可以生产460公斤这个油料 那咱们中国种植的生产出来 在中国的话 一般是可以达到38%到40% 就稍微弱一点 弱一点 就产量又多质量又好 对对对 公司总部拥有一百五十万亩小麦 油菜红化基地 在哈萨克斯坦建有日产600吨的毛油厂 利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的保税政策 他们把毛油运过来不征税 在这里加工后进行销售 出区后才上税 很利于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商品存储 作为一家外资企业 在这里享受和中资企业同等的待遇 去年的时候新疆自治区商业厅 作为一个技术改造的教堂 给我们补贴了93万人民币 这个补贴的力度算大吗 我们利用这个93万人民币 建了这个户面的三个油罐 这个油罐一个它的储油量是多少 一个可以储油500吨 那对于你们后期的销售 其实起了很大的帮助 对 我们从国外来的这个油 可以出生到这个油罐里 那里或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加工销售 有了这些存储设备 每年10月等到油菜红花收获后 公司就可以将哈萨克斯坦的葵花毛油 运进综合宝水区 存放在储油罐里 目前其产量还远远无法满足 中国内地巨大的市场需求 像这样的一桶油 之前在哈萨克斯坦 每个月能卖出多少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姆陀 每个月能销一万多桶 那这销量也不错 在中国现在能卖出多少 现在在中国呢 一个月可以达到六万多桶了 那是原来的六倍了 对对对 确实这个中国的市场还是蛮大的 前几天了 在你的杭州这个青刀 来了这个经销商 他们的需求量更大 他们要多少呢 它那个有一家 一年有二十万吨这个油 咱们的生产量跟得上吗 我们的产量可能跟不上 我们如果提高这个产量的话 我们还要增加一条这个生产线 对于中国的市场前景 阿里木将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以后企业还将在中保区里 新建一座压榨车间 同时公司还希望 把哈萨克斯坦优质高产的小麦 运往这里加工 然后销往中国市场 目前阿拉山口的综合保税区 金河工业园 五台工业园 金三角工业园 正掀起建设热潮 全州入驻的企业已达到300多家 与49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了进出口业务 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保持 较快增长 其中对中亚及俄罗斯贸易额 近5亿美元 占全州进出口贸易额的 百分之八十四 企业向西探索的步伐 还在加快 他们带来的将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上贸易的强劲复苏